大家好 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饺子最好吃的做法 首先在盆中放500克的面粉 加一勺盐 再加260毫升的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之后 再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之后放在一旁 饧面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红薯粉丝 倒上温水 把它泡软 这个是荠菜 首先把荠菜边上的干叶子 给它折下来 再把荠菜清洗干净 荠菜的根部一定要留着 它的药用价值很高 而且口感一点也不亚于叶子 接下来起锅烧水 水中加一勺盐 再把荠菜放进锅中 焯一下水 烫软之后把荠菜捞出沥水 放在一旁备用 碗中打入三个好看的鸡蛋 再把鸡蛋搅散 倒进油锅中 把它煎成鸡蛋碎 然后铲出放在碗中 让凉备用 粉丝泡好之后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沥水 放在大盆中 用铲子把它压碎 鸡菜晾干水分之后把它切碎 和粉丝放在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根油条 把它切成条 再切碎 放油条可以使馅料更香 同时也可以吸入里面的水分 放在盆中备用 鸡蛋碎晾凉之后 也倒在盆中 再往盆里加一勺盐 一勺麻辣鲜 一勺五香粉 一勺蚝油 一勺香油 用筷子把所有的食材都搅拌均匀 做成馅料备用 这个时候面团也已经饧好了 把它搓成长条 再下均匀的剂子 把剂子上面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再把每一个剂子都用手按扁 擀成饺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饺子皮全部擀好之后 就可以包饺子了 把饺子皮对折 两个手指往中间一按一压 一个饺子的形状就做好了 全部包好之后 放进开水锅中 盖上盖子 先大火煮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 再煮两分钟 煮熟之后 捞出沥干水分 放在盘中 美味即成 这样做出来的饺子 比肉饺子还要好吃 吃的时候 我们可以沾上自己喜欢的料汁 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用季菜做饺子 比肉饺子还要好吃 今天就要过年了 在我们北方每到过年这一天 都要吃饺子 大家赶紧试试这个馅的饺子吧 真的比肉饺子还要美味哦 我是橘子姐 每天分享冷人半食谱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